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是圣经学院软戒敏牧师 愿你的今天充满了属天的能力与恩典 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 耶利米书第21章1到14节 就约先知耶利米书第21章1到14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那时西底加王打发玛西亚的儿子巴斯护尔 和玛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班牙去见耶利米说 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 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击我们 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对我们 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 耶利米对他们说 你们当对西底加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 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 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 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 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脑恨中 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绑壁 亲自攻击你们 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 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 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加和他的臣仆百姓 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生下的人 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 并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 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要对这百姓说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 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热底人的必得存活 要以自己的命为略物 耶和华说 我向这城变脸 降祸不降乎 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他必用火焚烧 至于犹大王的家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大卫家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 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 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化作 如火早起 甚至无人能以熄灭 耶和华说 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 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 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 看啊 我与你们为敌 耶和华又说 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 行划你们 这段经文虽然比较长 但是我们看到 耶和华上帝一次两次三次 他不断的诉说 要先知耶利弥 向世人宣告 宣告上帝的话 也就是说 看啊 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 摆在你们面前 先知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 有生命的路 也有死亡的路 到底你选择走在哪一条 犹大的君王和犹大的百姓 他们所选择的路是远离上帝的 也就是选择了死亡的道路 这群人往死亡的道路而来 先知耶利弥 诉说上帝的恩典 提醒他们往正确的方向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但是有可能像犹大的君王 跟这些儿女们 上帝的儿女们 一样面对了饥荒 瘟疫 还有战火 无情的饥荒 瘟疫 以及战火 使以色列人 很多人死亡 但是存留的 他们人就被交托在 尼布贾尼撒王 也就是巴比伦王的手中 还有敌对犹大的这些敌人 这些敌人 他们也毫不客气地继续灵念 这些属上帝的儿女 他们不顾惜 不可怜 不怜悯 这就是我们从经文当中 从历史所见 透过犹太人所选择的生命 是死亡的生命 而不是亲近上帝的生命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他们走向死亡 这条道路使他们远离上帝 你的人生 是否像犹大的君王 跟成敏一样 走向非上帝所喜悦的道路 而是更多的被先知耶利米所提醒 愿意走向正确的这一个方向 天父上帝要祂的儿女 走在正确的道路 我们也透过经文 选择走在正确的道路 这也像是耶稣对祂的门徒所提醒的 你们有当往普天下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样子的宣告 从先知耶利米的时代 直到今天 也是我们继续在努力的 愿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愿你的今天 充满了属天的能力 以及属天的智慧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透过先知耶利米 祂所呈现出当时的人民 他们有选择的机会 就是选择生命的道路 以及死亡的道路 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这样子的学习 让我们选择一条 走的不是远离上帝的道路 而是选择一条 走向上帝 合你心意的道路 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恩惠 帮助我们 在这个信仰的操练过程当中 让我们行走在 合你心意的道路当中 特别透过先知耶利米的提醒 好让我们 在面对这样子的历史所见 我们所奔跑的 所走的 所面对的 都是走在 合你心意的旨意当中 这是我们的祷告与祈求 愿你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 神圣宝贵的名 阿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